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一个网页 例如说画面就用一下好了 例如说你现在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一个管理者 我现在是不是看到这一个是最多的 因为这是首页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课程是最多人来观看的 可是这个时候我想你可能就会想要更希望了解 这个Excel资料分析呢 它什么时候来看 它看多久 那请问当你现在点到它的时候 其他报表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那你是不是写信 请问你会不会跟Google 你会不会跟Google提出任何意见 好像你根本我没有讲你还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真的YouTube最下面也有提供意见 然后那个GA最下面也有提供意见 甚至Google公司的最下面 那个首页最下面都有提供意见 你有用吗 你根本就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会用它 对不对 好 我就曾经有用过 例如说它在新改版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bug 会吗 好 举例来说这个提供意见 你是不是就可以写说 我现在想要请你提供联动 你觉得Google会帮我做这件事吗 不会吧 那就要靠你自己做了 对不对 你会不会做 只有一个人点头 那你们两天Power BI都是白上了 你们会做联动吗 会 一个人说会 那你们是嘴巴没有带过来 还是不愿意开金口 你会不会啊 这么近的距离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OK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你现在应该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对 它提供了 它提供了我很多的一个图报表 对不对 好 那例如说我看这一天好了 我看这一天 我看这一天哦 25号 1月25号 这边人是不是最多 你会不会总会想要知道说 那这一天到底是什么时段最高 我要搭配另外一个图来去看 25号 25号星期几 25号 星期四 好 星期四 是在这个地方大概是那个8点到9点 9点跟什么 那个11点 是人数最多的 可是它就没有那种联动 对不对 各位都知道什么叫联动 可是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想要关心这件事 当然会啊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管理者 你真的要去做网站分析 这是你一定关心的事情 例如说好了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他是怎么得知我们网站的 你们现在没有感觉是因为你没有真正在做网站管理 因为如果我知道说 哦 他是透过那个搜寻引擎过来的 那我当然就要去买 买什么 广告 就到处去打广告 他就会在排名搜寻排名放在最前面 这个钱是值得花的 如果 如果大家是经由社交 那你就知道说 请问要跟哪两家买广告 脸书跟什么 因为你们都不做网站管理 在台湾最主要的那个买广告的那个社交 只有两家 一个就是脸书 一个就是YouTube 可是我真的要请你们来去思考 因为你的重点不是为了要去管网站 因为我想网站全部都是资讯室 他们在管 或者是你们单位可能会有一个人 他可能就负责去做一些网站管理 这些对他来说 很重要 他也觉得就是说 他自己可能已经会算了 可是我是要告诉你说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知道了这些事情 会影响我在什么地方做 例如说买广告这件事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这就是行为模式分析 可是请问一下 你总会想要知道一下 这个就是透过搜寻引擎 搜寻引擎 它是不是连续性的这么高 举例来说 你有没有发现 透过搜寻引擎找到的 还持续 就是在比例里面算是蛮高的 可是如果说是直接登录进来的 你看是不是大小的变化是差很多的 有看到吗 一下高 然后低低 高低 没有 然后低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从中去了解 我们可能在那个 Google公司去买广告 可能会比较好 这样可以了解 这才是我们去看这些报表的真实的意义 可惜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经由 例如说 多样报表的联动 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像 客户关系管理这个概念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做了十几页的网页 哪一个网页 哪一个网页 可以最容易的被浏览到 就是大家对我这个产品最有兴趣 我那么多的课程里面 大家想要学的 例如说 是以资料分析跟大数据为主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下次再开一些课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课程呢 再开的更广一点 更多一点 因为什么 比较多人观看 代表有比较多的需求 当然了 因为现在不准 现在不准是因为说 我们有很多的枪手帮我在按 对不对 好 现在不准 可是你经过了一段时间 你应该是要收集 这一段时间的那个浏览量 然后再去看说 这个浏览量 大概在什么时段 我们要知道说 他在什么时段来点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地区 因为会有时间的差别 你的网站是对岸来点的比较多 还是自己本国人来点比较多 还是例如说外国人 因为其实那个华人全世界分布很广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在哪一些地区的听众 观众是你的就是浏览 常客 这都是很重要活跃的一个浏览者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第一个他欠缺了联动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为什么我要教你们POW VIA的主要原因 好 第二个你没有办法去看到很多的行为模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说你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去看这一个网页 它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分布 看不到了 对吧 可是你觉得那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就是我看到整体性的 好像地区别也有 好像地区别也有 还可以再继续打开 反正它里面也有分析 我的那个客户是在世界各地区 什么地区 好 可是我就看不到单独这一个 最多人观看的 其实我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的像大数据分析或办公室自动化 比较多的受众 就是听众观众 居然是大陆的人 就是你们可想的 因为毕竟他们那边人口数很多 那他们翻墙的人还蛮多的 好可以了解吗 我们我们这边不用翻墙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大家应该要开始要好好的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自己把它学好一点 不能只停留在像这个就很像 e-sale e-sale真的就可以算出来 但是我觉得最欠缺的就是联动 那请你们想一想 还有什么是他没有做到的 但你想做 可以吗 我要不要一人发一张纸 请你们至少写出三项 你想做 但是GA还没做到 他不可能帮你做了 他绝对不可能 你写那个意见 你写提供意见 你就写 你看他还截图哦 他把你这个画面还截下来 你可以在这边就直接写说 可否提供给我 例如说我那个最多活跃使用者最高的网页 然后什么时段来观看 你觉得你写完你写完这些 还不如自己用抛VI来去画 还比较快 可以了解吗 OK 而且他是不回复你任何问题的 就是你只能提出问题 那如果是跟他系统操作有关系 他会自己改 举例来说 我曾经有教那个YouTube 就是直接可以在上面上传 那你就必须要先设一个主题 结果他有一次YouTube改版 大改版的时候呢 他连logo都换掉了 那个YouTube的YOU 那个Y直接拉到外面去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就是直接改版 改版的情形之下 我就直接问说 我连那个主题我都不能设了 就是我要新增加一个主题 结果他就 我上乎写很快 他就直接让我可以去新增主题了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这个提供意见 他会自动抓一个截图 然后你可以直接把意见写在上面 好 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也许他就会提供联动了 也许啦 好 但是至少现在你随便点 你随便点他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不会有任何联动 这是事实 可是这样子来去看 就很像是单独的Excel 可是至少你可以看到一个大轮廓 觉得说至少你看到这一页 你就知道 我这个网页除了首页以外 那个Excel资料分析跟大数据分析 应该是比较多人来观看的 就是这一周 那这个时候我还想要切换到 例如说最近28天 看看是不是也是 差不多耶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大概了解到 这样子的资讯 就是Excel资料分析跟大数据分析 是比较多人愿意来观看的 那为什么网路价 网页价值都是零 因为我没有去做那个买广告 买广告知道什么意思 那个 那个他就会自动帮你算出来 这个网页呢 他打了多少广告出去 然后那个你假设 假设你花了1000块 假设这边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网页打了多少的广告出去 然后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网页的价值 这是可以观看 只是我都没有做任何的广告宣传 好 那请你们真的现在应该是要来思考一下 除了联动以外 你需要什么 是他没有提供给你的 可以吗 你一定要想通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是要画那些图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先门看一下自己的GA网站 然后有没有什么是你想做 可是他都没有帮你做出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这个绝对不是我去叫他点的 对不对 这个美国 然后中国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很浅的颜色 可是他旁边这个颜色 是不是就比较深了 有看到 一小小的这个点 然后接下来呢 美国它又分成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南美了吧 美国的南部 然后这边应该是阿拉斯加吗 好像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左上角 至少这边还有什么加州什么之类的 但是好像有一点点 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 这些人 例如说我就很想知道 他们喜欢看过的什么课程内容 就是如果说 这个网站是你自己的 你应该就会想要知道说 那这几个人呢 他喜欢看什么课程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网站的管理 你就可以去了解 不同地区 有不同的一个喜好的程度 好 那还有就是 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以我们台湾 台湾就是早上八点之后到晚上 例如说 呃 十点之前 那个颜色才会出现那个比较深的吧 而且 这样你看就知道说是什么 是分散的 分散的 好 这是最近三十天 那可不可以看最近九十天 对 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这个时段 就是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八点之前 大概是我们比较多观看的时间 还有就是它是透过什么方式来看的 它是透过例如说桌机 桌机占百分之六十四 而六十 然后手机平板 好 有看到 好 那如果说以 当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对不起 我点这个 比如说最近七天是这个样子 那最近的一个月呢 最近一个月 你看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六十三十八 然后一点一 就算最近九十天 有没有桌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 你会发现是它是用桌机桌机来观看比较多 那比较可能就是桌机观看桌机操作 可以了解我一直都在讲那个行为模式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才能够去 就是假设 你看好像我现在是不是把这个字都放很大 为什么要放很大 就是要方便那个手机的人 他也可以比较清楚看到我在讲什么 那如果那个 我用你们现在的那里面解析度 我跟你讲 手机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吃力 这个大概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一个了解之后呢 其实我还想提供给你们一个 我觉得这个网站还不错的功能 好 那是什么功能呢 各位你会看这个现在的状况 可不可以去看自己看即时 我想应该可以 就是说 现在我们只有看到最近七天 今天 昨天 例如说我们现在点今天 有看到 今天 那 那 这边这个即时 那就是现在 今天是24小时嘛 对不对 那 这边这个即时就是最近30分钟 差别就在这边了 那我想这两个我就不需要再花时间 那就是 那我是